完成了2D比311 零件1、零件2的建模 我们接下来就进行电脑化 绘制零件1的一个出土了 按照题目要求 要1比1A3图纸 超会 我们看一下题目会用到哪一个 会用到这个吗 不会 会参考啦 零件1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请各位同学 把你们题目指 准备2三分之二页的这一个 我们来画小行为做的零件1 同样的请你准备好你的建模档 Eventor IPT零件1 然后一样 我们请专心跟着操作 然后图层设定形式编辑器 我们这就不赘述了 有任何问题 请你自己回到301那边出图设定 那边我们有放 至于讲述模拟评分 我们这边放在品头论组的播放清单里面 那二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进行311小行为做零件1的这个出图 看起来很复杂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场应战 好 我们放置我们的311零件1 按照题目要求 我们先来放置 再来从这边进行投影 再来这个看一下 嗯 好 先举行圈起来 我们先做拆解 这个地方拆解下来 好 这一些线可见性 我们先把它关掉 原件这里我们选择适当的形式 让一些隐藏线消失 可见性再来做细部的关闭 以及微调 像这里我们就补线段 放上0.5粗细的轮廓线 再来我们来放置我们的中心线 好 完成草图 这里可见性关掉 好 这条线也把它关掉 可见性让它消掉 然后自己我们再拉一条线 出来 哇 你看这个放大看 所以可能我们留一下那一条 一开始的线 再重新拉一次 好 放大看一下 嗯 这样是交界 那怎么处理呢 嗯 我们先回上一步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画线补线是OK的 0.5 但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我们就不处理了 好 我们来画这里的中心线 好 放上去 小心为座 再来这里中心线也把它放上去 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 好 再来下面这边 哎呦缺线段啊 先放中心线 等一下来处理那一段 哎呦呦呦呦 没拉到 好 再来拉下来 OK 好 这里 投影几何几何图形 先把它圈出来 这里再画 胡的方式 这样子 画 好 这样补起来了 缺了门牙 我帮你补起来 再来 好 一下 再来我们来放置我们的投影 这个投影一下来 切割 切割 切割留哪一部分 剪裁 剪裁一下部分留下来 这里 可见性把它关掉 好 因为 这就是 半仕图了 半仕图的 这个在习用画法有教过 好 因为上面有剖面 所以我们就 放置 对称的下半部 如果忘记的同学 请你回去 复习一下 习用画法 好 这里重新线把它 签漂亮一点 好 再签过来 签过来 OK 好 这个地方 画两个小垂直线 这个线把它约束一下 左右两边都有小的垂直线 哦 高度都把它定为二好了 这个距离定一 中间两个距离定一 OK 左边也要画 画两个小小垂直短线 那 投影机的图形 让它可以约束一下 约束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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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 再来约束 好 再来决定它的高度 长度是二 另外一端也是二 这个距离是一 这里距离是一 好 没有问题 长一点 好 接下来 这里调一下 OK 再来就是标注了 这里标注高度 哎呀 再标一次 哎 这箭头不行 因为我们知道办事图 所以我们只能有一个地方有箭头 然后数字要超过中心 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用线性对称的方式放 这个36 啊 来 放这个地方 差不多两倍字高的距离 这里也是一样 这个太长了 短一点 超过 啊 对称中心就可以了 好 这个地方也要标注一下 这里是 42 没有问题 这里是30 没有问题 全部的宽度 16 18 没有问题 好的 再来 我们来处理 我们的 哎 可能要想土哦 这里要圈 起来 先处理想土 圈 起来 比例 2比1 显示 好 放在右上方 这个D要不要留 D改成A 好了 啊 这个就变A 这个想土看一下 嗯 慢慢来 这个看 有点小复杂了 这个地方就把它可见性关掉 这里也把它关掉 关掉 哎 这样清爽多了 可是里面还有一些圆 等一下处理 这边可见性也把它关掉 这里 关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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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下再补画啦 啊 补画还比较简单 啊 因为这里是隐藏线 好 我们来投影集合图形 抓到圆心 这里我们就可以画圆了 啊 圆的直径36 再来圆的直径29 再来圆的直径29 这两条圆都是0.5的轮廓线 再来 呃 看一下 这边 把它标示 标注完 这里要做一个小小的处理 啊 留一个1 短短的1.5 这边 这里的弧的半径长度 我们先定1 啊 这里1 啊 太大了 0.5好了 那看起来 OK啊 然后 我们把它的性质 调成0.5 看起来比较 啊 粗一点的轮廓线 好 再来放中心 中心 线 中心线 这边 这地方 啊 这里也是一样 如同我们左边的一样 用线画弧的方式 宽0.5 高是 当初是 1. 咦 是抓多少 忘记了 哎 就把它复制完成了 好 接下来 处理 下面 下面有 可见性先把它关掉 啊 这有点像整形手术了 一个一个来 这里我们画匀形线 因为这里要用剖面 剖 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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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这个中心点 这个地方 完成 哎 好 拆解完 这地方这条线不是粗的 是细时线 所以我们把 诶 放大 才能选得到 是性质是0.18 这下面 这里也是0.18的性质 0.18的一个粗细 有 0.18 好 可以 这里放大 有没有什么细节上 这里 虚线都把它关掉好了 这里可见性 这里都把它关掉 因为已经剖下来了 不用再放 这个虚线了 这里虚线 把它关掉 好 再来 处理 没有什么 就来标注了 这里 这里有一些虚线 实现 还是要再补一下 这个角角 好 这里的角角 这边 叻